我们先把秦伦念过一次 President 马英俊 Eesterday defending his decisions Not to intervene And ruling by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postpone the incarceration A former first lady 吴熊珍 After a hospital refused to admit her Because of her poor health Defend 辩护 辩解 防卫都可以的 如果是用在国家 那这是防卫 防御 用在个人的话呢 就是为我自己的什么决定 做辩护 Intervening这个字是干涉 干涉 Ruling 判决 决定 判决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 Judicious 就是司法的 司法等 Judicial Authority 就是当局 司法当局 Authority 是通常家 不休息 变当局 Authority 这个单身是通常借事实上的 就是权威 权威 Postport 就是 put off 就是延后 Inclaceration 就是监禁 关起来 Former 学过很多次了 前任的 First lady 第一夫人 不休息 Refuse 是拒绝 拒绝 Admitter 就是允许进入 读这个字很重要 大家要写作人 看大家都会写什么 我为什么要好好读 所以那样 Get into 这是用这个简单的片语而已 那相对的如果说 学校这个角度它是 Admit 它是让你进来 所以入学 所以我被这个 比如说 我被这个 比如说是 交通大学 这是我不考上了 我不考上了 你可以用这个字啊 我被允许进入了 这个字 不错 那在美国很多都申请了 大部分都申请了 所以 他们会说允许你进去 但是他们经过选了 用这个字 好 那 其他人没有了 我们来看 主持人当然是 马英九 President 彭卫宇 这个是 直接副指 讲这个动作的时候 包装的 Defend 当然是V 他的 那这个Decision 大家说 他是O还是C O嘛 因为他决定跟 马英九 这两个不相干 那他是O 那这个NOT 如果遇到T O 这个NOT 当然是修去这个 不定词的 好 那是 否定副指 我们看到这个 不定词 是不是之前我们 讲过 就是 第一个步骤跟前面那个字比对 对不对 不行的话怎么办 再跟前面那个动词比对 好 好 那这个地方 不去干 干涉这个判决的决定 那可不可以 他辩护自己 自己不去干涉施法的一个绝诊 那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他是 如果是可以 就是 跟名词有关系 他就是ADJ 就这样子很简单 好 如果不合理 就是一定是前面的动词而已 这其实没那么难 只要你知道步骤就可以了 那我们知道V 是不定词的主干 这是To加V 那这个V 那这个V 后面 他可以接五种情形 G种不接 第二种加O 第三种加C 第四种加IOD 第五种加O加OC 那我们看 那是什么情形 你的V就是干涉 不激入 那 他这个字后面不加 就OK了 我不干涉 欸 你有干涉 那 后面不加 我这个语意就完整了 所以他是不激入 不激入的话 等于说他是第一种情形 他后面都不用加 那如果加了 可以 比如说Wait 爸爸 你就在这边Wait 那我也可以加 等什么 等消息 等你 等某某人 所以这个加了之后呢 是可以的 不加也没关系 那这个字有加 那干涉什么 我们讲清楚 干涉一个判决 那才是 借欧在这边 那这一个部分呢 他是跟动词有关系 所以他是 A D V 那你要说 欸 我可不可以把 intervening 当成一个动词片 干涉什么 也可以啦 只要你知道 说 这个 怎么解释就好了 这句前面也是 帮助我们理解 那百分之百 一定要怎么样做 好 那这个地方 By 这个By Git 然后 Authority 当然是Git 那你遇到那种 戒系纸片 还是 不定纸片 你就是要跟前面比对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司法当局的一个判决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你看这是 A B J 对不对 这个单位 这是 DJ 欸 又遇到了 又是一个不定词 片 OK 那怎么办呢 OK OK 那这个 to postpone 跟前面比对 延 延始入坚的 这好像不对吗 那如果延始入坚 入坚的判决 那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好 所以这个地方 他一样 是 延始了一个判决 所以这个也是 你诀验 他跟名词是有关的 好 那这个 Postpone 那是 延后什么东西 他是 吉悟 他后面要借秀持 所以他是 Postpone 的O FORMER 要监禁谁呢 OF OK 那这个修士 OF通常都是ADJ 因为他都是 修士前面的名字 FORMER 第一夫人是一个单位 FORMER要修士first lady 前任的第一夫人 所以他是修士这整个单位 那他是J 第一夫人是J O 好 这个是JO的同位 好 如果你 这个不会 这个不会学不来 没关系啊 至少你培养耐心 每个字呢 好好的 想清楚 这个 这个 他后面有动词哦 可见他是连接词 他不是接系词 那 Hospital 这是S1 Retuse 是 V1 这个 To admit 这是O1 拒绝这个事情 我拒绝他 他是被我拒绝的 他当然是受词 所以拒绝后面就是受词 那如果受词的话 这个不定词的片语是什么词 当然是名词 因为只有名词相当于 只有名词才能当受词 这是英文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规则 这是SV 那admit admit admit 后面 因为这边是 让谁进去 当然让谁进去 要接谁来 不然 这个字就语意不完讲了 所以 这个her 是admit 的O 它是隶属于 To 加V 这个V 主干的O 不是 跟我们讲题的O 不一样 好 那这个 最后面 最后面 这个给大家分析看看 because of herb because of 你要把它视为一体 这是一个片语 片语界隙词 它是片语组成的 然后它的功能还是只有界隙词 所以它叫做片语界隙词 不是界隙词片语 界隙词片语是有一个界隙词 它引导一个片语 这样叫界隙词片语 那这个是 有一个片语 它的作用是担任界隙词 就这样子 那两个不要搞混 好 那这个界隙在哪边 界隙在哪边 当然是找名词 所以 pels 对不对 那那个 这个都是修士pels 那请问这个 遇到 这样就变成界隙词片语 这样子 是不是要先跟它比对 好 如果你 还不是很清楚的 你都先做这个步骤 诶 可不可以 因为 因为它的 健康 健康 情况不好的它 合不合理 那合理吗 因为它的 拒绝让这个 因为它的健康 情况不好的它 进去这个医院 还是说 因为这个因素 而拒绝它 哪一个会比较合理 哪一个会比较合理 是因为 这个因素 而拒绝它 还是说 这个修士它 什么什么的它 哪一个比较合理 你觉得哪一个 这个还是这个 refuse 还是 hurt refuse 通常如果是 要刮五 打进来我前面 这个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必须要后面的限定 到底是谁 而我们知道 这不修正 不需要这样限定 这讲原因 这个是adv 表示refuse的原因 表原因呢 为什么要拒绝 所以那是 表 原因 就是这个动作的原因 这样 ok 大概很合理 好 再讲一次 那个通常 如果你是刮五起来 修飾前面的这个名词的 通常都是 后面都是一个条件的限定 那前面 这是一个概念 那 借由这种后面 后卫修饰条件的限定 让我们更清楚这个概念是谁 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 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知道是如俗真了 不太需要 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他 所以很明显的 那就是这个动词 因为这个因素 所以拒绝让他 入肩服刑 好 ok 就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谢谢